最主要是让你在家坐 在家就可以了 是不是早上比较矮还是中午 早上下午都可以 晚上也可以 可是晚上睡觉前不要 你为什么因为带颜量太大了 你还会睡不着觉 那以后未来还要很多 比如说以后你们怕睡不着觉 生命品质不好的 那你怎么去 手机也可以处理 透过灵性身心灵来处理这个 或者这个来处理那个 都有啊 都有方法 你用什么角度去切而已啊 比如你可能要先解决 生的问题 再来解决观念的问题 再来解决灵性的问题 或者你要这个问题是 灵性的问题先解决了 再来处理生的问题 或者直接处理观念的问题 那观念问题解决了 那解决就解决了 就不要找其他人 一样的道理 灵性都可以的 就像老师有接触到很多那些 会习惯的朋友 他自我催眠已经很严重了 而且尤其那些疑心的那些啊 那个太多了 老师处理太多了 谁说 我是批判的 我跟你讲我是很批判的 假说要去把自己的伴手拿去做行李 变笑没有这种事 绝对从此又不要去甲 你不要去挖廟 是你就会有的 不会 那个都有方法 不用啦 修行是修自己的 然后修到这边 怪力量整个都偏颇掉 那都不对 我们是要正下修自己 尤其修在这个素质当中 时间就是金钱 尤其现代人 要有时间观 要有效率观 因为什么 时间就是金钱 真的 现代人是越来越宝贵了 那我们怎么修自己 我们怎么修到我们自己更健康 尤其在家 家庭 希望以个人 以家庭为主 我比较重视 个人跟家庭 因为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最基本之脉 而且我们是以家庭为中心的一个民主 所以说你自己不快乐 家庭不快乐 那人生的时间其实都在家庭 而且我很重视家庭 那你怎么修 修到使你家庭更好 你自己更好 家庭更快乐 这是我最主要传达的一个目的 还有其他问题吗 台北说 有没有